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桓公不能对 已告管仲 管仲对曰 一难也 静忧而远世 二难也 去其国而树之海 三难也 君老而晚至太子 桓公曰 善 不择日而庙里太子 有一个人出了个引语 让秦桓公猜 他说 一难 二难 三难 是什么呀 秦桓公回答不出来 就跟管仲说 管仲回答道 一难 是指君主清静幽灵而疏远闻世 二难 是指君主离开了都城而经常跑到海边玩 三难 是指君主年纪大了却很吃财力太子 齐桓公说 你说得很好 于是秦桓公也没有挑选良辰吉时 就立刻在宗庙里举行了设立太子之礼 或曰 管仲之摄影 不得也 誓之用不再静远 而排忧诸如 故人主之所与厌也 则静忧而远世而以为至 非其难者也 夫处世而不能用其有 而备不去国 是以一人之力敬一国 以一人之力敬一国者 少能胜之 明能照远间而见隐危 必以行之令 虽远于海 内壁无便 然则去国之海 而不截杀 非其难者也 楚城王至商臣已为太子 又欲至公子之 商臣作难 随士成王 公子载 周太子也 公子更有宠 虽以东周返 分而为两国 此皆非宛至太子之换也 福分世不二 数孽悲 宠无疾 虽楚大臣 宛至太子可也 然则宛之太子 树孽不乱 又非其难也 物之所谓难者 必戒人成事而勿轻害己 可谓一难也 贵妾不使二后 二难也 爱孽不使微正事 专听一成而不敢于君 此则可谓三难也 然而有人说 管仲猜的银语其实并没有猜中 文社这样的人才是否被重用 并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或者离得近 而派忧诸如本来就是跟君主一起娱乐的人 所以所谓静忧人远远逝而去治理国家 这其实并不够成困难 另外 君主掌握了权势而不能好好的运用它 反而迷迷糊糊的不敢离开都城 这是妄图用一人之力来控制一国之民 这样做是很难胜任的 君主能够明察秋毫 发现隐藏的祸患 而且他的命令必定能够得到执行 那么即使是在遥远的海边 国内也不会有什么变乱 所以只要能够做到刚才几点 那么即便离开都城而去遥远的海边玩耍 也不会被劫持或者谋杀 所以这也并不够成困难 楚城王当时先立商城为太子 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 于是商城作乱 城王被杀 公子仔是周王室的太子 他的弟弟公子庚受宠 他凭借东周的势力反叛 周被分为东周西周两国 所以这些都不是持利太子而造成的祸患 因此加入分给后来的继位者的势力不分散 把树子的地位压得很低 即使他们受到宠爱也无所以持 这样的话 树子即使做了大臣 那么持利太子也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么看的话 持不持利太子也不够成困难 所以能称得上困难的 一定是给予人家权利来形成威势 却又能不让对方侵害自己 这可以说是一难 宠爱姬妾却又不让他跟正妻平起平坐 这是二难 宠爱树子却又不让他威胁继位者的威势 专听一个大臣的意见 却又能让他不感同君主相匹敌 这是三难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则 郑子产尘初 过东将之旅 闻妇人之哭 抚其欲之手而听之 有见 潜力之而问之 则手脚其夫者也 一日 其欲问曰 夫子何以知之 子产曰 其身聚 凡人与其亲爱也 使病而忧 临死而拒 疾死而哀 经哭疾死 不哀而拒 事已知其有兼也 郑国子产早晨出门 经过东将旅时 听到有妇女在哭泣 东将之旅是旅里名 古时候二十五家为一个旅 子产教主车夫让他停车 然后又仔细听了听 子产过了会儿 让官吏捉捕那个妇女审问 原来这个妇女 就是亲手交死他丈夫的人 后来某天车夫问他说 您是怎么知道 那个妇女就是凶手呢 子产说 她的哭声显出了恐惧 一般来讲 大家对于自己身边亲爱的人 刚刚生病的时候是忧愁的 临死的时候是恐惧的 死了以后是悲哀的 现在这个妇人哭已死的丈夫 不是悲哀而是恐惧 所以知道她必有奸情 或曰 子产之志不亦多是乎 兼必戴耳目之所及而后之之 则正国之德奸者寡矣 不认典臣之力 不察参武之阵 不明度量 持尽聪明劳之律 而以之间 不亦无束乎 且夫物重而至寡 寡不胜重 智不足以辩之物 故应物以之物 下重而上寡 寡不胜重者 言均不足以辩之尘也 故应人以之人 是以形体不劳而逝至 至律不用而兼得 故诵人于曰 以却过亦 亦必得之 则亦无矣 以天下为之罗 则却不失矣 福之间亦有大罗 不失其一而矣 不休其理 而以己之凶 查为之公失 则子产无矣 老子曰 以治治国 国之贼也 其子产之未矣 有人说 子产治国 岂不是太多事了 奸情一定要等到 亲自听到和看到 才了解的话 那郑国查到的奸情 就很少了 不去任用主管预送的官吏 不多采用多方面 可查验的治理措施 不去张明法度 而是费尽心声 劳损智慧 心智 去捕获奸情 这岂不是治国的好方法呀 况且大部分时候 都使事情多人少 单纯个人的治理 是很难全面掌握事情的前因后果 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 一般而言都是属下人数多 领导者人数少 想要全面了解属下 那就必须要依靠属下去了解属下 这样的话 方可以不劳身体而办好事 不消损治理而得奸情 用宋人的话说 任何一只麻雀在后翼前面飞过 后翼也要把它设下来的话 这简直就是胡闹 如果把天下当作一个裸网 那么就不会有麻雀逃脱了 如果想要普遍的了解 奸情不遗漏 那么只能用大罗网了 这个大罗网应用到管理当中 就是可以确保万无一失的倒数了 所以不能像子产一样胡闹 要学会先去诊断法治 而不是用自己的主观判断 作为查经的手段 正如老子说 以治治国国之贼也 单纯想要靠个人智慧去治理国家 这才是国家的祸患呀 通过刚才几则小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领导者在激励的时候 不要盲目地先入为主地去采取行动 而是首先需要去构建整个激励的框架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改变现在的工作环境 改变环境不如去适应环境 在和属下和员工接触时也是这样的 由于和这些人所寄出的时间和机会不是特别多 你是很难获得太多他们流露本征的状态的 这些都要看情况而定 其实好的激励源自于上下之间建立完善的反馈渠道 很多团队只是单纯地制定出了KPI的标准 妄图用单纯的考评来代替对于人员的细致的观察和指导 这种机械化的做法只能行一时之计 绝对不是好的激励方式 之前的课程也提到 所谓好的反馈渠道 就是能够引导员工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自己将长期处于的工作环境中尽可能地表现真我 老师之前在对于学生的就业面试指导师也提过意见 例如人事处问员工意想时 员工要尽可能地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是个双向互动的关系 可能员工之前听了一些机构所谓的培训指南 回答面试问题时刻意地迁就 回答得冠冕堂皇 甚至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内心 那么即使入了职 员工也会遭受很大的挫败感 从而怀疑人生 当然这也和员工本身的实力是成正比的 员工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 才有勇气和底气去表达自己更多的自己真实的想法 但总而言之 就目前的工作环境来看 能够适度地引导员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并不是件坏事 有时候真诚会给双方都带来便利 切不可一味地迁就而忘记自己的需求 好 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继续